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如何提升店铺的销量永远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似乎又常谈常新 无论是老卖家还是新卖家,永远都缺少销量,永远都在期望能够有更好的销量 今天小编将介绍一些最基本的销售额增长方法,希望能帮助卖家改善在亚马逊上的销售策略,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竞争对手分析亚马逊的运营永远不是静态的,在动态中寻找平衡,在对比中去超越才是亚马逊运营的真谛 所以,对于卖家来说,要想让自己的销量稳步增长,一定要做足境品分析,熟悉你的竞争对手 关于竞争对手分析,可以涉及以下方面 一,分析竞品review 真实的review可以有效地传递产品的优劣和顾客的需求 通过review的内容可以发掘到客户的关注点,需求点和通点 这也是卖家们在优化listing方面可以利用的重要信息 二,分析竞品价格 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 在避免价格战的同时,保证自己的黄金购物车buybox份额 三,分析竞品标题 卖家们可以查看竞争对手都用了哪些关键词,并进行有效的归纳 来帮助提高自己listing的相关性和排名 二,设置有竞争力的价格 卖家们想让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 就必须具有成本意识 选择合适的货源 合适的物流方式 合适的成本结构才能让你产品在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在价格的设置上 卖家一定要能够横向对比 和竞争对手们比较 比竞争对手们更有优势 三,使用亚马逊FBA 亚马逊FBA是亚马逊物流服务 旨在帮助卖家们提供运送效率 卖家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库存发送到亚马逊仓储 当有人订购你们的产品时 亚马逊会履行订单并将其发送给买方 FBA的优势是可以提高listing排名 帮助卖家成为特色卖家和抢夺购物车 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提高销售额 四,赢得Buybox 拥有Buybox的卖家卖出产品的几率远远高过其他卖家 对于卖家来说 如何获得Buybox黄金购物车 从而增加店铺销量至关重要 亚马逊从销售相同产品的卖家中 选择有资格拥有购物车的卖家 选择标准包括价格 订单 运输方式等作为评估卖家的整体表现 五,亚马逊页面优化listing优化越好 评论也就越多 转化率提高 卖家的销量也就越大 看图购物是网上销售的典型特征 对于卖家来说 选出了好的产品 想要产品有销量 一定要在优化上下功夫 无论是图片 标题 还是关键词 短描述 长描述等 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在呈现的形式上 都必须极其用心 只有出色的listing详情页面 才可能吸引到消费者 进而转化为订单 推动店铺销量的增长 六,站内CPC广告 亚马逊站内广告 是推广产品和增加销售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使用亚马逊付费广告还可以生成报告 让卖家们了解买家搜索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卖家在商家信息中添加更多 可以产生自然流量的关键字 七,站外引流 虽然亚马逊不允许在他的网站上宣传其他网站 但你可以在其他网站宣传在亚马逊上的产品 比如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等等 还可以利用红人或者叫大V 让他们在他们的页面发布你产品的广告 红人能力越强 你的销量则越好 8,折扣 促销和赠品提供折扣 促销和赠品不仅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还是与买家建立持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 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流量 销售和评论 9,库存库存也是影响产品排名的因素之一 而排名直接关系到曝光率 能保持较高的库存将有利于上架产品的排名优化 10,鼓励和引导客户留评论产品好评率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尝试与购买者保持联系 并确保产品质量 如果买家对产品不满意 那么要有专业完善的售后服务流程处理 11,专业客服亚马逊上很多卖家销售相同的产品 如何脱颖而出 客服就很关键了 一个好的客服往往能提高转化率 获得更多好评 12,了解规则和政策最后 遵守亚马逊制定的规则和发布的政策非常重要 因为一旦你违反了 亚马逊可以直接封你的账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